爱拼会赢 我觉得拼是行为 赢是结果 拼了不一定赢 但是不拼肯定不赢 我们这个剧从一开始 到今天能够播出 就奔着一个精神 就是拼 大家好 我是导演李小平 大家好 我是爱拼会赢的剪接指导 同时也是剧本改编之一 戴静文 这部戏与以往的戏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可能就是在于 整个的一个环境氛围的不同 因为这个地域特色非常鲜明 在我们上这个戏的时候 就秉承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实景来拍 为这个呢我们下去了 光被踩锦就踩了三个月都不止 就基本把这边的大大小小的村落 到一个海边的街道全部踏遍 飞 开始 我觉得这个戏给我们最大的感受不同的就是在于它时间的跨度 跨度40年 当时很兴奋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里我们可以放进去很多对这个生命体验的那种一种东西吧 放进很多有温度的东西 把握年代戏你比如说对景的选择 对人物的理解 怎么让人物的表演更接近于那个时代 在戏里边高海生和他母亲 这种环境下他去怎么来教导孩子 所以他很多东西是印证了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情怀 张怒有个干货自由市场 你把干海货给我 我到张怒一卖 这不就有钱买票了吗 您得理解儿子呀 我不同意 这个是我的一个生活经历 因为是在我少年时期 曾经就是向往北京 那时我十四五岁 我偷的妈妈就跑到北京去 跑了一个半月 但也算是阴心却 结五了吧 所以父母担心死了 父母担心死了 我就远想着回到家里 就等着父母的一顿烹揍吧 但是呢 听到那门哐的那一响的时候 门开的时候 那我妈进来之后 和我爸进来之后一看 哦 回来了 不爽了 他 他什么事 一句话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我给你做点吃的去 这就是母亲 这就是母亲 我们在这个安平婚姻里面放进了很多亲情的元素啊 因为亲情是在困境中最温暖人的东西 因为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我很了解那个年代 也很了解当事人的生存环境 再加上我下去以后呢 去聊聊他们的那个创业历程 他们怎么从那么的一个环境下发展到今天 想带着乡亲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就是要学会如何从失败中爬起来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 为什么我们看到高海生这一群人 那都是被贫穷逼的 我就是想把这个穷则思变的这个感觉 让大家看到了 是在那么一个贫困到了一种极致的情况下 大家为了生存 激发出来那种拼搏的精神 拼搏的尽头 年轻人就要放开手脚 爱拼才会赢 这种勇气 我觉得它代表了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 走到今天取得这么辉煌成果的原因 就是时代的缩影 那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每个时代人物遇到的困境 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有个网友说得很好 就是说踏上了不可回头的成长之路 我觉得传递出来的一个东西 就每个个体感受到的可能就是 其实真正掌握命运的那把钥匙 是在自己的手上 不在别人